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排脚锁着 必然就是排脚的对头 而且面对十五六岁的孩子 老疯子硬生生助手 没有杀他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老疯子本性中还残存善念 这可能是唯一让我感觉心安的地方 对老疯子的畏惧也随之减少了一些 老疯子跑到这边也不管我们 就继续猛跑 我赶紧喊上弥勒 跟老疯子一起跑 渐渐的老疯子脚步慢了下来 一边走 一边低头沉思 突然就顿住脚步 回头望着我们 说 我是谁 老疯子 我们不知道啊 金大少忍着疼 满脸堆笑 您自己好好再想想 比如身上有没有装什么东西 能让您想到点什么呀 老疯子听了金大少的话 随手在身上摸索着 但是他已经被困住那么多年 身上有东西也早就被搜走了 他的胸口牵着一小块莲花木 这种神木减缓了衰老 也具体说不清楚他有多大岁数 线索完全中断 分析不出老疯子是什么人 老疯子摸索了一阵 完全茫然了 在前面慢慢走着 我看他赤脚 身上又没有上衣 叫弥勒拿了备用的衣服和鞋 给老疯子穿上 我跟在后面 隐约还能看到 老疯子后脑那根露出头皮的铁钉 我总感觉这根铁钉有很大关系 这个人神指失常 如果能够恢复过来 对我来说 说不定还是个帮助 河滩现在已经乱套 西门的实力那么弱 有人能牵制住一些敌人 自然也是好的 我想不起我是谁 老疯子转头看看我 这一刻他脸上肃杀和暴躁都不见了 只有深深的迷茫 像一个找不到家的老头 悲怯和可怜 我一下就想到赛华佗 我找个人帮帮忙 看能不能让你想起来 谁 老疯子一听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那力量太大承受不住 骨头里头像被捏碎了一样 谁能帮我想起来 还有很远 得赶路 我疼得直冒冷汗 但是老疯子一提这些 就激动得抑制不住 老爷子 你再捏就把他捏死了 金大少赶紧过来劝他 老疯子慢慢松开手 我只是觉得 老疯子心底最深处 存着善念 但并不能完全相信 老疯子的情绪无法控制 万一到时候 因为什么外力原因发作 谁都挡不住 我想了想 让弥勒先走一步 赶回去通知赛华佗 去别的地方见面 避免殃及 还在昏睡中的老鬼 事情就这么定了 弥勒提前赶路 我带老疯子在后面走着 老疯子并不是时时都发疯 大多数时间都在发呆 离开排阴两天之后 我们转到水路 老疯子不肯坐下 站在船头迎风而立 望着两岸不断飞直锅的景象 一会摇头 一会皱眉 这是什么地方 老疯子时常会问我 我说不清楚 就问船家 听到这里的地名 再看看周围的环境 老疯子自顾自地说 这个地方很熟 我走过 却什么都想不起来 在这样的迷茫中 我们感到赛华佗碰面的地方 迷勒和他早就到了 见面还悄悄问了问老鬼的情况 还算让人放心 我跟赛华佗说了说疯子的事情 着重说了他后脑那根铁亭 老疯子对生人很戒备 只是对我有些信任 这个人 这个人你帮看看 说不准能让你想起什么了 我劝慰说着 老疯子听到这个 果然就安静下来 带着戒备的眼神望了望赛华佗 没再说什么 赛华佗小心翼翼地 拨开老疯子后脑的头发 那根铁钉搂住头皮 大概小半寸长 铁钉中围头皮 微微拨起一个包 钉子插进去时间太久 好像跟身体长在一起 赛华佗观察了半天 试探着轻轻一动钉子 老疯子盘腿坐的身体 猛然一颤 可能是疼痛难忍 让他忍着点 我试试动一下这颗钉子 赛华佗对我说着 我对前面老疯子说了 老疯子点点头 赛华佗两根手指 轻轻捏住钉子 少少朝外一爬 我们几个人顿时听到一阵 如厉鬼般隐约的凄惨嚎叫声 与此同时 老疯子像被针扎了一样 一下蹦起老高 那种痛楚 估计人也忍不住 老疯子自吃难耐 歪歪歇歇歇奔过去 一头撞在旁边的树上 比胳膊还错的树 顿时撞得从中间折断 此时此刻 我看到老疯子后脑上 忠然出现一张黑积积的脸 那张脸像一道影子 在老疯子后脑扭曲了一下 发出一阵让人牙根痒的立笑 然后隐没不见了 老疯子肯定是被戳中痛楚 发狂一样在周围是乱冲乱撞 拦都拦不住 几棵树都被撞断 费了很大力气 等它痛楚减轻了 我才勉强劝阻 老疯子靠着一棵大树坐下 闭着眼睛不断喘气 过了很久才慢慢睁眼 晒着嗓子低沉沉的说 他想害我 我杀了他 他在帮你 我蹲在老疯子面前 唯恐他会突然发难 对赛华托下手 老疯子眼睛中 不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光 在闪烁着 一种斜光 斜得让人发寒 一种亮光 坦荡光明的光 两种光晃来晃去 让他整个人 看起来正邪难分 我找赛华托问 赛华托摇里摇头 说 我住医术 还有旺气 这个人的气韵 是旺不穿的 他的后脑上 肯定不是普通的钉子 我怀疑 那必然是一种树 不懂的人解不掉 没有办法吗 实在是爱莫能住 赛华托苦笑了一声 说 但是有一点 我能看出来 那颗钉子 已经跟他的命连到一起了 取了钉子 他可能会慢慢想起 以前的事 可取了钉子 他就活不下去了 我和赛华托说着话 那边的老疯子 突然就发作了 反手紧紧 抠住身后的树干 他的脸色阴晴不定 后脑上那张扭曲 又发黑的脸 也若隐若现 老疯子两只手上力道 已经到了害人地步 坚硬的树皮 只一样被一块一块撕裂 那一刹那间 老疯子的闷声 后脑上那张脸 隐隐地嘶吼 混搭在一起 让人听得 是胆战心情 我马上让赛华托 他们退出很远 老疯子浑身发抖 紧紧抓着树 过了很久之后 才渐渐平静下来 这个人 他到底是谁 排教人 在锁住他的时候 肯定做了手脚 后脑那颗钉子 就是为了 让他时而清醒 时而狂乱 继而正邪不分吗 你 等到他平静之后 慢慢靠近他 像在靠近一只 随时会伤人的猛虎 不要急躁 我们都在帮你 没人能帮得了我 老疯子眼睛微微发红 望着我说 让我自己想想 自己想想 这一想 就是两三个小时 没人敢乱说话 我也忐忑不安 但是心里的预感 又一次强烈起来 这个老疯子 绝对不是个简单人物 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 正想着 沉默了两三个小时的 老疯子突然开口说 别的人我信不过 都要害我 只有你 或许是有些良心的 你去 替我把这事做了 什么事 我什么都忘记了 想不起来 只有这个 一直在晃 老疯子用手指 在地上画着 他不是画匠 画出的线条 扭曲粗陋 但是画了一圈 我认真分辨了一下 就发现 那好像是一只 船毛的样子 老疯子 老疯子收回手 说 去做一面棋 白底黑边 把这个东西 绣到棋上去 这个东西绣到棋上 有什么用啊 不要问了 去 老疯子不想跟我啰嗦 烦躁摆了摆手 一个人在大树边 走来走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突然要做一面 这样的棋子 然而他把过去的事情 都忘了 只有那个船毛 样子还印在心里 说明这个东西有出处 我马上开始张罗 让弥勒 到距离这里 最近的村子里 找人帮忙 那个年头乡下 很少到镇子上买衣服 都扯了步 自己回家去做的 大姑娘小媳妇手巧 只要给个模子 很快就能做好 迷勒往返两天 回来的时候 就带着已经做好的棋子 我们用一根 七八米上的毛竹 做棋杆 老疯子嫌短 最后两根毛竹接到一起 白底黑边的棋子 竖起老高 阴风飘扬 棋子正中 那个硕大传毛印记 随着起伏的棋子 时隐时现 叫他们走 你留下 老疯子对赛华图 还有金大哨 他们始终不放心 非常排斥 我没办法 就叫他们 先隐藏到附近 接着 老疯子和我一起 踩着大棋 走了三十里 爬上一处小山山顶 把棋竖了起来 这样一来 我心里就清楚了 老疯子只能想起 那个传毛的印记 他是想用这个印记 把可能知道底细的人 给引出来 这面棋一出 就会有人来 老疯子仰头望着棋子说 只要抓到他们 才能问出 我到底是谁 老疯子这些言语和举动 让我更加好奇 对他的身份 很是关注 他是什么人 这边大棋露面 会有谁 会被引过来呢 你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 有声声的紫金 《黄河鬼市》